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母子俩都办吗 我默默地点点头 我那次可是特别生气 姐姐 我们是夫妻行吗 你能想象当时场景多好玩吗 奶奶会给我带来了特别多的快乐 在我心里 女人美丽固然很好 但长久的魅力一定表现在 所思所想 所作所为 只有活出真我 才能绽放光彩 以前的我 可不真实了 在证券公司工作的时候 职业妆 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听着别人的恭维话 那叫一个假 那叫妆 她呀 那个时候 上班跟下班完全是两个人 上班的时候那叫精神百倍 一回家 牢骚满腹 就是那个时候我在外企 外派在了甘肃 她在天津 我们俩人打长途电话打架 能打一个小时 俗话说 贫贱夫妻百事哀 生活中大多数的矛盾 就是来自于对经济现状的不满 我当时可装呢 表面上看起来根本不在乎钱 但看着身边有钱人 很轻松地把孩子送出国 我那扎心的感觉呀 什么骄傲 什么清高 撒了一地 我是想赚钱的呀 一个陌生人给我推荐案例 我根本不屑一顾 四年以后 他居然活成了我想要的样子 还很奢侈地跟我说 有了一份踏实的感觉 踏实 对当时的我来讲 渴望而不可及 我对安利开始好奇了 我看了三本企业文化的书 去了两次会场 我终于理解她说的踏实 是源于安利公平的 多劳多得的企业文化 奖金制度 还有一个给普通人 可以充分展现自己的舞台 以及尊重 那一刻起 我暗暗下了决心 我放弃工作 要开展我的安利创业 郁杰满怀热情地 开始了她的安利事业 那个变化真的叫特别大 我早上九点打电话的时候 她已经出门的工作去了 我晚上十点再打电话 他们那边还在 特别热烈地讨论工作 这种热情真的是特别感染我 其实我也特别想 开启我的安利事业 但对于我这样一个理工男来说 其实最害怕的 就是跟别人聊天 不知道在座的您 有没有跟我一样的这种感觉 逼得我没办法 每天早上起来去公园里 找那些大爷大娘聊天 他们那绝对是特别能聊 从今天菜便宜了多少钱 到小孙子找幼儿园 找什么关系 那说的那口才滔滔不绝 我都一句话都插不进去 只有听的份 结果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在沟通中 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聆听 所以作为一个理工男 从一个害怕跟人聊天 到今天我可以主持自己的 干戈嘚不嘚的栏目 从原来卖东西收钱都脸红的这样一个人 现在可以很自然地 跟别人分享我们的案例产品 就他这点突破 在我看来根本不算什么 当时就有两个伙伴 一个是我的前下属 另外一个是他的闺蜜 他们很信任我 我也以他们为骄傲 在创业初期 他们给了我特别大的鼓励 而突然间有一天 他们几乎同时打电话说 我们不合作了 为什么呀 我做错什么了 小玉 你想过我们的感受吗 你知道我们遇到了什么困难吗 你有过给我们做规划吗 我被问得哑口无言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因为当时我能关好我自己都不错了 那天晚上 是我反思最多的 不是个人能力强就能把案例做好 不同的赛道 有不同的规则 我才第一次认识到 我自己的局限 才意识到合作的意义 真正懂得了伙伴这两个字的含义 那就是彼此之称 一起成长 克服了彼此性格上的弱点 事业就越来越顺利了 我们两个人每天早出晚归 不断地学习 销售 推荐和服务 在2007年 出席了安林公司招待的澳大利亚研讨会 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第一次一起出国 躺在黄金海岸的蓝天白云下 在柔软的沙滩上吹着海风 享受着成功的果实 真的特别的开心 我们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了 我也愿意默默地支持和陪伴着他 生活中难免有一些小插曲 我是少白头 白头发的人都知道要经常染发 安丽的染发剂当时没有上市 朋友推荐了一款新的染发剂 我过敏了 身边好友语重心长地说 还是把头发剃了吧 万般无奈之下 我剃光了头发 才发现 头皮都是水肿的 更让我不能接受的 所有过敏现象 全在脸上 脖子上 严重的时候 晚上会流水 白天就会结成嘎 像戴了一个紧绷的面具 偶尔一动 嘴角就会裂开 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事 可是我做美容和护肤营养品的 我还怎么给别人推荐产品 人家还能相信我吗 我的伙伴 如果看了我现在的样子 还愿意跟我合作吗 就眼前这一大摊子事 都推给刚哥 我怎么能放心呢 就在这样复杂的情绪下 反复地纠结着 这种状况 居然持续了三年 再看刚哥 跟没事人一样 天天买了好吃的回来 下厨做饭 还给我下载了全套郭德纲相声 偶尔出门旅游 还非得拉着我去照相 还告诉我 你看看多好看 当时青春期的孩子 看着我红一块白一块的脸 非常认真地跟我说 妈妈 如果我到了四十岁 能像你这么明白 就好了 那一刻 我越来越明白了 生活中的打击 可以是灾难 也可以是馈赠 它让我体会了家庭的幸福 看着那时候的郁姐 我特别地心疼 希望他能够振作起来 找回当初的自信 更重要的是 我们家的案例事业 一直以预解为核心 那未来该如何能发展下去呢 在那个时候 其实也是我成长最快的时候 经历了这一段以后 我们更懂得了彼此 不是说吗 家是避风港 如果每个人都想避风 那谁来做那港呢 非常有幸的是 我们做了彼此的港湾 我也突然认识到 这不正是安丽的魅力所在吗 我们夫妻共同从事 彼此既是支撑 又是互补 她有那么好的张力 帮助我抵御突如其来的风险 她有这么好的耐性 陪伴我灾后重建 浴火重生 待我身体慢慢恢复以后 带着满满的爱去工作 安丽事业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今年安丽中国 我们结婚25周年 一路走来 我们不是懂得了很多的道理 而是走过了很多的体验 新安丽时代 我们一起去公寓吸粉 我做相夫教子栏目 她做钢歌嘚巴嘚 加起来的粉丝也超过了百万 我们一直没有停止成长和学习 去深圳听罗胖的跨年演讲 感受跨界学习的兴奋与快乐 跟着安丽看世界 也走过了几十个国家 在布拉格感受艺术的魅力 在旧金山的航空母舰上参加派对 去南非拍摄猎豹 而抬头就能看到满天的星斗 在迪拜 我们还住进了七星级的帆船酒店 那可是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我们一起抚育孩子 就像刚才齐悦说的那样 我们做孩子的榜样 孩子成为我们的骄傲 她从小受我们的影响 留学回来以后 一直致力于精神分析方面的工作 希望帮助更多的身边人 走出焦虑 积极地面对生活 17年的安利创业 经济基础给了我们生活上的踏实 不断地突破 拥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来自家人的关爱和理解 让我们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而帮助别人的快乐 让我们拥有了持久的幸福 不敢说心中有火 眼里有光 但至少手上有茧 脚下有根 活得踏实 走得坚定 我是张刚 我是王小玉 我们只是众多安利人中的一员 每一个安利人都有他独特的创业故事 期待你也能加入我们 一起感受安利创业的魅力 或许你将收获一段 非比寻常的精彩旅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些队众都太优秀了 我难住了 这个定胜负太难了 是 我也觉得 韬哥 我觉得咱们这个安利的伙伴 各个都特别的优秀 就是没有所谓的输高输低 各个都顶呱呱 各个都是王牌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真的太对了 安利呢 真的是一个人人可为 一彩各放的创业平台 那刚才已经经过了三轮挑战 让我感受到了安利创客们的快乐 成长 还有收获 我觉得只要找到自己的目标 并且在对的平台为之努力 为之奋斗 那就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 说得太好了 说得有道理 这我相信也是在座和正在收看直播的 每一位我们创客的内心和我一样的感受 说到心坎了 真的是 既然难分高下 那我呢 是这次超A创客盛典的体验官 体验之旅即将结束的时候 我也想给两队分别送一份很特别的礼物 有多特别 是什么 我要给前浪队的礼物是 每人一个大大的赞 太棒了 希望前浪队可以继续努力加油 赞 那我要给后浪队的礼物是 晚餐夹鸡腿 夹鸡腿 太棒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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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涛哥 谢谢涛哥 我觉得这个礼物真的 涛哥送的太别致了 真的让我们觉得好惊喜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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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